- 郭富城這日出席香港救助兒童會的慈善晚宴 身為晚宴,籌委會主席的徐子琦 就和老公李嘉誠一起出席 晨醒說做了爸爸之後 就算多忙都一定要抽空為慈善盡力 你更加會知道 你更加會知道 小朋友心靈很脆弱 之前都說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希望可以 陪助他們成長之外 其實最重要是學習 有一個好玩的學習 近日有傳晨醒再度做人成功 他一天都沒有否認 我覺得小朋友都是偏安排的 我一直都說我跟大家都是打開我的心扉 就說我是宣慈自然的 有當然很開心 如果將來有一些好的消息 我一定會告訴大家 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人多的家庭跟自己一樣 那你要剩四個才可以跟我一樣 哇四個 可以的 你還年輕可以可以的 我覺得 對呀天注定了天安排 來 你還 seated